街巷內政委員會趙偉的隔一週 委員會立即開工 四號趙偉高金素煤排案 金門撞船案 翻船執法過程 及後續處理 邀請海委會 陸委會等捐案報告 會議名稱卻引來海委會 主委管閉鈴不滿 在臉書上表示 是違背事實的名詞定位 並以取締大陸級快艇事故案名稱 為事件立場發聲 不過高金素煤卻回擊 名稱源自於海巡署二月二十二日 直播記者會 還要管閉鈴呱呱自己鬍子 秀出照片所證 國民黨持續向管閉鈴提出質疑 包括偵辦方向前後說辭不一 以及是發影像是否公開等等軍議 不過民進黨立委卻批評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再度附中時機敏感 還在與國臺辦主任宋濤會面中 表示會監督民進黨政府 認為是在協助中共監督荒謬墮落 國民黨也不應該藉由這樣事件來不斷的來配合中國 來打壓台灣 打壓台灣的執政黨 台灣應該要團結一致的對外去做說明跟澄清 我想這件事情才能夠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快艇事件持續延燒 而國內兩黨會都還沒開就炒成一團 爭議恐怕遲遲無法落幕 原期中文是把杜利法QM採訪報導